我常常怨恨母亲,她为什么不要我,不抚养我,甚至背叛了爹爹,作为女儿,我是不能原谅她的。 这段话是朱敏所写,她是朱德元帅最小的孩子,也是朱老总最宠爱的女儿。 然而朱敏的一生却充满坎坷,幼年时她被叛徒母亲抛弃,少年时又被抓进纳粹集中营,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 朱敏为何会被母亲抛弃,又为何会被关进纳粹集中营,摆动一下朱敏,了解更多相关信息。 1926年4月18日,一个中国女婴在莫斯科的医院孤孤坠地,此女便是朱德的女儿朱敏。 当时的朱德已经40岁了,算是老来德女,因此很是开心。 她给女儿起名叫四巡,却不想妻子贺志华嫌弃这个名字态度,说什么也不给女儿用。 贺志华哪里是嫌弃名字态度,她分明是嫌弃朱德图罢了。 她与朱德是半路夫妻,两个人是在苏联相识,相差14岁。 贺志华是党内有名的才女,长相也十分漂亮,都说才子配家人,朱老总也不能免苏。 起初贺志华并不反对这段婚姻,她在内心是有些崇拜朱老总的。 再加上朱老总在党内地位超然,很快便同意了对方的求婚。 然而婚后没多久,贺志华便后悔了。 她发现朱德在生活中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,与她想象中的高官很不同。 两个人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起来,关系越来越差。 朱敏出生不久后,朱老总便接到组织命令,要求她立即回国。 为了保证妻女的安全,朱德将贺志华母女都留在了安全的苏联。 谁料贺志华丝毫没有感恩,在朱老总离开后,她马上与一个法国来的革命青年相恋,并走上了叛党之路。 至于女儿则被她送回了国,交给了自己的母亲。 朱敏的外婆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,她在得知女儿抛夫妻女后很是愤怒,但奈何女儿距离她实在是太远了,她鞭长莫及。 她唯一能做的,就是将外孙女朱敏好好抚养长大。 虽然外婆对朱敏很好,但毕竟不是亲生父母,朱敏小的时候经常会问外婆,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,我的爸爸妈妈呢? 对此外婆只能心疼的摸着朱敏的头。 直到朱敏14岁那年,她才在其他党员的帮助下来到了延安,见到了朱德。 父女俩时隔多年终于团聚,这本应该是一件该庆祝的事情。 然而没过多久,朱德又将女儿送去了苏联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当时政治抗日战争,国内十分危险,朱德将女儿送到苏联,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, 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女儿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,以后报效祖国。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,朱敏竟然会被抓到纳粹集中营。 当年朱敏去到苏联后,患上了严重的哮喘, 为了治病,组织将他送到了南方的一个夏令营中疗养, 却不想苏联为国战争突然爆发,朱敏被德国人抓了起来,关进了纳粹营里。 这里宛如人间猎狱,朱敏每天都能看见有人惨死, 仿佛空气中都飘散着死亡的气息。 为了活下去,他假装自己是个哑巴,一连两年都没有开口说话, 德国人觉得哑巴能保守秘密,这才留了他一命。 虽然保住了命,但朱敏却要没日没夜的干活, 稍有偷懒就要被德国士兵毒打。 在这样的高压下,朱敏很快生病了, 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笼包, 守卫害怕传染,便让军医用刀给他割开。 这一刀差点要了朱敏的命, 幸好他的意志力足够坚强挺了过来, 但脖子上却永远的留下了一条三厘米的刀疤。 直到后来苏联红军攻克了德国, 朱敏才被救了回去。 1953年,朱敏学成归国, 成为了北师大的一名俄语老师, 并一直工作到了退休。 晚年的朱敏写下《我的父亲朱德》一书, 他在书中坦言, 自己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判读母亲。 朱敏的一生经历了坎坷与苦难, 好在他坚强的挺了过来, 并成为了国家的动良制裁, 让我们向他致敬。 你对朱敏了解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, 我们下期再会。